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把我對妳的愛給忘了 還是對妳的感覺給忘了 那個表情 有好幾幕就是 好想要拍拍他 然後好想跟他說 沒有關係 姊姊在這裡 我剛好才殺青一部戲 那我的好搭檔 在戲裡面的好搭檔 其實就是浩森 可愛的男主角 那其實我對他在裡面的表現 非常非常的驚豔 他本人太中二了 對這種反差我更喜歡 但是他可以在角色上面 詮釋得這麼瘦跟這麼細膩 我其實真的非常非常驚豔 哇 好清純喔 那個清純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你有時候就是 有時候這麼近 突然之間他又好遠好遠 好像 不知道怎麼了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 有些人他真的就是要 你想要來 他出現真的是要讓妳 跟他說謝謝的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都是以為自己會遺忘一些 隨著長大會 衝淡一些情感或什麼的 但他被挑起的時候 你會千真萬確的 很清楚知道他永遠都在 他只是在某一處 比較 比較久沒被翻出來的感覺 很舒服 看了很深刻 因為前面我覺得他們一直是有一個距離的 那個距離是 我覺得是一種 他們自己設定的安全距離 但在那個要炸開的時候 爸爸媽媽都在的時候 反而覺得說那樣子的衝突 是讓他們密不可分 然後身為觀眾你就會覺得 這兩個人不可能會因為這樣子而 而結束任何樣的情感或關係 唉 他因為他很會談戀愛 我感覺 其實看到現在 剛剛已經結束我們大概一個多小時 然後那種 有種回甘的感覺 其實一直還在心裡醞釀 就好像真的每一個人不管其實不管是誰 就是愛情是一種 你非得要真的經歷過 才可以知道他是 他是 他是甜的 他是酸的 他是各種味道在裡面 然後我覺得這部片就是一個 會讓大家 不管你是回想起 你過往的 你的青春是什麼 或者是 哦 你沒有發生過 然後 我好好奇這件事情是什麼 我覺得他都是一個會讓 會讓各個階段的人 都會跳進去 然後可以把自己擺在裡面 因為每一個人的青春都有一些是共通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沛羽大沛 哈囉大家好 我是Sharon黃湘婷 我是小包葉慈玉 《距離刻在你心裡的名字》正式上映 還有 18天 一定要看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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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